三个男孩在垃圾场 发现了一个油桶 里面会有什么宝贝 好奇心的驱使下 他们打开油桶盖 里面竟然是满满的水泥 更可怕的是有一只女人的手伸在外面 这个案件很快就被BI接手 负责破案的小组立刻展开分析 通过法医提供的超声波图可以看出 受害者表情充满了恐惧 太残忍了 受害者被泡进水泥时 一定还是活着的 通过指纹匹配到了死者身份 名叫丽莎 是一位单亲妈妈 住在伯音顿海滩 确认了死者信息 艾米丽和组员立刻乘飞机前往死者住处 可是却在飞机上接到电话 在同一处垃圾场发生了另一起惨案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这是一个连环杀人案 小组成员第一时间赶往案发的垃圾场 进一步掌握了一些线索 他们发现垃圾场 并没有使用水泥的痕迹 这说明这里并不是第一现场 凶手作案后 把油桶丢弃在了这里 跟法医了解情况后 发现第二名受害者腐烂程度更高 而且嘴里费里全都是水泥 受害者也是活活被枪死的 卢克拿起一块水泥仔细查看 感觉很蹊跷 这并不是专门混合好的水泥 而是凶手在作案之前 自己用沙子碎石 水泥手动混合制作 所以凶手要么从事相关职业 要么就是掌握制作水泥的技能 艾米利确定了第二名死者身份后 立刻召集小组成员展开讨论 死者名为沙伦 住在不远的德拉海滩 而且也是一个年轻的单亲妈妈 这一点让在座的所有人都陷入了思考 单亲妈妈这个身份 与凶手的作案动机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找到二号死者的儿子 了解到在死者居住的小区 有装修工人在施工 装修过程中也在使用混凝土 就在他们讨论案情时 警员急匆匆赶来说 又有一个单亲妈妈失踪 果然第二天 他们就在垃圾场发现了一个油桶 三号死者同样是被水泥枪死 但是不同的是 死亡时间就在两小时前 水泥还没有凝固 新鲜的尸体代表着更多的证据 瑞德仔细观察了死者的身体 发现有捆绑的伤痕 而且鼻腔有腐蚀痕迹 这是新线索 死者可能不仅仅是被水泥枪死 还有其他原因 致其死亡 得到新的线索后 小组成员再次推理 受害人都是30岁左右的单亲妈妈 那凶手应该是30岁左右的白人男性 从最新线索来看 凶手对受害者做过额叶切除手术 即用工具穿透人的鼻腔 往大脑里注射氯器 额叶的功能是控制冲动和抑制作用 因此他们推测 凶手是想通过额叶切除 来使受害人变成奴隶 这时加西亚又通过调查发现 三名死者居住的小区 属于同一家物业公司 那么嫌犯的范围进一步缩小 凶手极有可能就是这家物业公司的员工 同时他们又想到那个可疑的垃圾厂 凶手每次都会把油桶扔到那里 说明那个垃圾厂对他来说有着某种意义 所以他们派两名小组成员来到垃圾厂盯烧 果然午夜时分 一辆车缓缓驶进了垃圾厂 从车牌号判断 正是当地开发商 两人立即行动 刚想逮捕车上的人 却发现他们只是一对年轻情侣 只是想来此地偷偷约会 没有抓到凶手 但也并非一无所获 他们发现垃圾厂 还是一个受小情侣欢迎的约会圣地 凶手选择这里抛尸 莫非也是这个原因 回到小组之后 大家进一步推理 凶手对受害者作额夜切除手术 应该是想挑起受害人性欲 以此来实施侵犯 可是这个推断立马被推翻 因为三名受害者并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这时罗西突然提出 也许恰恰相反 凶手是想抑制受害者的性欲呢 这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新的突破点 受害者都是单身母亲 凶手很可能是想通过这种方法 让受害者成为禁欲的模范妈妈 那么凶手的妈妈或者身边亲近的人 极可能有额夜受损的经历 推理到这 艾米莉迅速让加西亚调查 有过脑损伤的30岁左右的女性 都有谁 搜索出19个人 而额夜损伤的只有一人 名叫莱纳尔 他15岁时因车祸 患上了双侧额夜切除综合征 这会导致他性欲亢奋 可能他的私生活混乱 引起了凶手的不满 再想到偷情 性紊乱 简单的额夜切除 凶手的年龄 应该缩小到20岁左右 终于找到了一个符合策写的嫌疑人 莱纳尔20岁的弟弟 斯图尔特 是莱纳尔车祸一年后 他母亲领养的孩子 然而随着加西亚调查的深入 发现事情真相并非如此 斯图尔特实际上是莱纳尔的私生子 为了隐瞒有孩子的事实 他让母亲收养了自己的私生子 而且调查发现 三个受害者家里的 维修斯图尔特都有参与 而与此同时 斯图尔特在家里绑架了养母 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原来莱纳尔跟斯图尔特身边的朋友 都有过交往 唯独拒绝了斯图尔特 这让他很是懊恼 在斯图尔特又一次紧递之下 莱纳尔无奈说出了真相 自己并非他姐姐 而是他的亲生母亲 这给了斯图尔特致命一击 他根本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 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现在他连自己的养母 也就是他的外婆也不放过 他拽着惊慌失措外婆用力一推 外婆重重地摔进了坑里 斯图尔特立即关上钢筋笼 随即启动开关 将水泥注入坑里 看着水泥一点一点淹没自己 外婆大喊着救命 就在这时警察及时赶到 控制了疯狂的斯图尔特 救下了外婆 震惊全美的水泥 藏尸案最终告破 这个令人痛心的惨剧也告诉我们 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都离不开健康的原生家庭环境 自己灵离不开